民众或许在社交媒体看过借贷广告 也有人在车门插上了借贷卡 或说朋友介绍借贷的管道等等 12月就一组叫做阿莱的大龙 利用这些伎俩招揽了500名的借贷者 涉及110万利益的贷款 警方最近倒破了这个非法集团 14名团伙落网 虎进警局主任阿斯蒙巴扎 新早召开记者会上指出 这组大龙在当地横行了五年 为了掩人耳目 大龙利用电器店或加斯电的银行户头 将这些非法收款转入合法公司 警方两个星期前 在古静 三马拉罕和石龙门 突击了六个住家和电屋 将14名嫌犯绳之以法 他们将在1952年 借贷法令第五至二条文接受调查